龙珠超,悟空和神范合体的实力,远没有贝极特强,老鸟真是真大师。 悟空和神范合体的实力,远没有贝极特强,老鸟真是真大师。贝极特这个角色的魅力是集中了两位主角特点的基础上,加之各种剧情铺垫综合作用的结果。 并不仅仅是战斗力本身。在个性上,贝极特集合了两位主角的长处,冷静大胆,自信理智。 同时还展示了魅力十足的战斗风格,贝极塔式得很赖直接,悟空的机变灵活,具备了优雅观感的同时,还保留了悟空的尽身耐心,没有王子急躁冒进的缺点。 剧情上,为了扑遍贝极特的登场。 自悟天克斯开始便在为后面赴北的合体预热,一直到反派达到前所未有的最强状态,悟犯不殴,贝极特这位天下无敌的合体爸爸才千呼万唤示出来。 失去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,贝极特的魅力都要大打折扣。 这个问题中,如果只是替换了一个力量近似或更强的人和悟空合体,就觉得会超越贝极特。 而忽视角色塑造上的功夫,只是机械照搬设定,当然会容易得出一个比贝极特更强的结论。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? 其实不然,这其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。 首先,神范比贝极特强很多,这毫无疑问。 但能不能和悟空合体,合体后会不会比贝极特更强,是另一回事。 龙珠中对于要合体的两个人其实包含着非常苛刻的隐含条件,必须是两个互为镜像的个体才有资格合体。 这一特点是作者对角色的要求,但在故事中是不会在摄顶中字面写出的,但这一特征实在过于明显,有很多例证。 龙珠Z中悟天,特兰克斯,悟空,贝吉塔当然是具备了该特点的。 到了续作抄中,这一隐含条件也在延续,不死身战力弱的扎马斯,肉身战力强的扎马斯,大姐头,卡利弗拉宇,内向弹爆发力强的,开尔。 悟空悟犯两人符合故事里设定上字面的合体条件,但不符合故事创作上作者对合体角色隐姓的创作性要求。 因此,悟空悟犯没有合体的机缘。 这种情形就有些类似于知己或婚姻,向性合则强,不合则弱。 即使勉强合体,也无法比贝吉特更厉害。 其二,设计出一个战斗力爆表的角色很容易,但如果只是战斗力高却是危险的。 没有对应的角色魅力和表现力支撑,过高的战斗力设定反而是一种负担。 而角色魅力的重要性在故事中远大于战斗力设定本身。 很多龙珠同仁包括官方续作抄之所以失败,原因之一就是颠倒了这个优先顺序,或者是没做好,比如龙珠抄中的吉莲、摩罗,还有那些龙珠同仁中自创的怪力乱神。 神范的一个大问题就是,即使在神秘状态的加持下,依然在不欧偏长期的人气低迷。 更追命的是,他实在是太缺少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了。 即使实力已经超过了悟空,但他的形象,金黄色的武道服,性格和招数,必杀气,大多还是富克兹比他人气更高的老爹。 他和悟空合体的观感就像是悟空和一个克隆版的自己合体,不像是一,一,更像是一成二。 这种同质化极强的合体,无法给读者带来惊喜的效果,也没有足够的情感效果会触发出来。 因此,他们两人的合体产生比辈吉特更高的战力反而是不合理,也不值当的。 第三,融合术,合体二环,本来就是为孙悟空和贝吉特设计的,专属道具。 悟天克斯和贝吉特,一前一后,是一种紫贝合体对标赴贝合体的设计。 从形象上看,悟天克斯完全就是一个幼童版的悟吉塔。 他的出现更像是悟吉塔的一场儿童版预演。 所以,悟天克斯其实是鸟山名和读者一个隐晦的约定。 类似于戏剧第一幕出现了枪,第三幕必须开枪的约定。 这个约定就是,他们的父亲悟空和贝吉特也一定会在后续合体。 当悟天克斯闪亮登场的瞬间,我相信每个读者都有这种期待,如果不是这两个小孩子,而是他们强大而成熟的父辈又会怎样呢? 所以,一开始悟空带着伯特拉耳环去剑布欧时,这个耳环就签定是给贝吉塔用的。 悟饭作为合体对象只是鸟书为了转移读者视线的一个黄字,这个黄字也可以参考魔风波,一个假结局的烟雾弹,实际上这是为了营造空被二人合体的意外感。 请各位看官回顾一下,悟饭为什么连耳环都接不住这个问题,这一场景难道是巧合吗? 一个在故事开头能完美接住所有机关枪子弹的人,即使受了伤,也不至于如此吧? 原因当然是被鸟山明构陷了。 仿鸟山明说话,你和悟空真的不能合体,那个耳环是留给贝吉塔的。 第四,父子二人的合作模式不是合合体。 悟空悟饭两人作为父子,自赛亚人来袭的战斗开始就有长期的合作关系,杀鲁片更是出现了父子归派气功这样的经典画面。 但正因为他们是父子,在地位上让人从来都是不平等的,往往是悟饭依从于悟空的意志,打背吉塔,扶丽萨,或者靠悟空提供精神支持,杀鲁。 这种主从方式,让他们的合体有种天生的不自然,不对等感,意上就是所有解释。 悟空和贝吉塔,一个温柔善良,一个自私冷漠,就像一个生命不同的两面,一对在龙珠的冒险之旅中相互作用的力,但在种种机缘巧合下,他们最终选择了为同一个目的战斗,保护他人。 合作的方式还是彻底的接纳和信任,合二为一。 由此产生的剧烈情感效应才是贝吉塔这个角色强大魅力的来源,也是他深深吸引我们之处。 我们对这对永远的对手首次联手搭档的强烈信任和期待,让这个新诞生的角色产生出一种,一定没有任何反派可以战胜他的神奇魔力。 到这里,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了吧。 负笑容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感谢观看